哥哥 姐姐好 说一下 你不说了 不说算了 说不说 不说是吧 不说你等下午不要吃饭 上个星期的视频里面有很多 就是网友问我 他说我怎么知道我是gay 我从小学一年小学一年就知道我是gay 因为小时候跟爸爸去早晨洗澡这些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发生 所以说这种兴奋就一直伴随着我 到了中学然后长身体的时候发育的时候 我就怎么办理的同学都喜欢跟隔壁座的女生写这些信啊情书啊 怎么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冲动都没有 有一瞬间的迷茫 但是很快的这迷茫就被我自己打消掉了 所以说我这种心里就从小就来自然而然就知道的事情 我当时盖了这个房子的时候来到日本 当时我还没告诉他我是同志 他们来日本之前我就想当时怎么告诉他 然后因为我这个房子呢 楼上有三间房间 楼下有两间房间 所以说他们来日本的时候我当时就想 我想怎么告诉他 大家知道台湾有一个电影叫喜宴吧 有一个情节就是他们台湾的父母亲来到美国的时候呢 在美国的他们一堆恋人不让自己的父母知道 然后来父母亲来美国之前呢 就把这个房间里的所有的两个人的照片啊 还有生活用品啊都分开来 然后再摆上一些无关紧要的女朋友的照片 但是我我当时也是有这样想过的 但是我想这样子还是不行 因为这样违背我自己的心愿 见得过了他们一时 但是长期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方法 他们来到日本以后呢 我还是照样跟透的住在一个房间 然后他们慢慢就感觉到了吧 然后有一天他准备回中国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我把我叫到沙发前 他问我 他说你现在幸福吗 我说幸福啊 他说他马上就否定我的 我爸爸他说你不幸福 我说为什么 他就告诉我像你这样两个人生活这么晚回来 没有人煮饭 就是家里冷冷清清的 也没有小孩 然后没什么温暖的样子 我当时听了就有点不高兴 我跟我父亲说 幸福这个事情看你怎么解释了 比如说幸福来用一个分数来100分来说的话 我只需要70%到80分的幸福我就够了 不可能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在你儿子一个人身上 我也没有这个本事 把所有的幸福都懒得我一个人身上 一个人一生中有点不幸也是很好的事情 经历一点不幸也是很好的事情 我父亲当时就听了没什么访问我 但是我就告诉他这个事情 他当时还是要求他说 偷偷下回去还来得及 现在很多人40多岁照样能成交回美国 为什么不会不回美国生活 我说你这个太自私了吗 要回也是我回中国 为什么让他回美国 这是我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由我来做决定 我经常能够我能够独立 所以说我就有这种底气跟我父母母亲说这句话 那回回中国以后 他也没怎么反对我就是了 然后过一段时间我经常跟他在发一些 就是当时因为有了微信 微信解决了我们之前很好的一种交流的方式了 我在微信上就发一些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常生活的照片 还有去旅游的照片 然后他也慢慢的估计他看了觉得 我已经40多岁了改变不了我了 而且看到我生活的有无忧无虑的样子 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磨合了一段时间他就接受我了吧 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 在生活中如果自己没有勇气的话 老是就微微落落的话 肯定是不管是事业上还是工作上 还有自己的私人情感上肯定也是发展的不好的 勇气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别人 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你自己怎么生活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在视频上看到很多就是出柜的小孩 跟他们父母亲哭哭啼啼的 父母亲也哭儿子也哭 真的是没必要真的 首先我们自己保证自己不哭自己要稳定 你稳定的话父母亲马上就稳加了 你自己不稳定的话 作为同事你自己不稳定的话 父母亲马上就担心起来 他会担心你好多好多的事情 但是你一旦你自己还是很主见的人 你还过来会帮助他 他们很多的思想顾虑由我们来解脱 怎么解脱呢 就是我们自己整天稳定 一样的生活没什么两样 只是我们爱的对象不是一个女的 也只是一个两个男的长期 有什么不一样的 人的一辈子四五十年一下子就过了 很快就过了 所以说一晃就过了这种短暂的人生的话 有必要去想这么多事情吗 只要自己把自己人生过的幸福美满 自己想过着自己想样的生活 那这就是圆满的生活吧 像我和Toto当时没有小孩之前 我们就会每年都会到国外去旅游 然后我们很喜欢旅游 然后我到各个国家去旅游 看一些东西 这是我们精神方面的追求 去国外接触了很多的朋友 他们给了我很多信心 毕竟欧美的同志生活 他们会比我们亚洲人更进一步 他们我当时到了比如说到了澳大利亚 到了美国 我见到很多同志的朋友 他们一对一对的 他们生活的其实也就是几十年在一起 我当时其实跟Toto也就才认识几年的时间 我当时不确认我跟他会在一起 在二十七年 两个人在一起想要长久的话 一定是故乡的关爱 就是日常生活的关爱 大于平常的心爱 你要能够越过这个坎 越过这个光 那你什么方法就能解决 我就当时我在买的这块地 我就跟他说我们是同志 当时他也是嘴巴合不染 他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们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 我来看房子 他有一天他就突然告诉我 他说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跟各位邻居都说好了 你们是gay是同志 我当时心里我都没委托你去说 他就这样大嘴巴就说出去了 但是我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 但是他既然已经传出去了 那我就接受了呗 当时我是有点担心的 就是各位邻居是怎么反应 因为这么快突然间一下子也传出去了 这里是两个男的在一起住 没想到我这位邻居也是非常容易的接受我们 我想我怎么都是遇到这么好的人 都是这么 我怎么都遇上了这些容易接受我们的人 其实也不是 其实只是一个社会环境的变化 因为我们是同志 所以说跟在女性的接触方面 女性对我们就没什么戒备感 然后他们这些周围的邻居 他们就是他们女性的这些 他们妻子 他就跟我们关系就比较好 把我们当作闺蜜一样 然后他说他就叫他们老公 他说跟我们接触的时候 他说你看我老公长得怎么样 开我们的玩笑 他说我老公是爽的帅不帅 我说你老公不是我的菜 我说我们不是说看到蓝的谁都OK 不一定不是这回事 我没有我们的爱好 挑选的标准还蛮高的 我说你们这些 你们的老公都不是我们的菜 我看到他们听得很不爽 他们不是很不爽 听得很觉得 他说我老公长得这么不爽 我这么不帅 我说是啊 只是不是我的菜 也许是你的菜 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 所以说我们尽量放开以后 生活就怎么说 就活的 每天生活就很愉快 而且没有什么不要奄奄奄奄的 这样子的话 精神压力也不大 所以说我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了 就闲戏渐进的跟周围的人 适当的放开 最没有戒备心的人先开放一些这些信息 然后慢慢慢慢的 然后就扩展到你最不愿意开放的人 只要你就是 就跟打仗也一圈圆进去 一圈圆 一个圆圆圆 给它挑开就好了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宣传 炫耀我的生活 只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我们的生活 不是炫耀生活 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 我们作为同志的生活 也可以这样生活 我知道我这个视频 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看 但是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 我也想让就是说 给他们年轻的父母亲 也能够做一个参考 因为我自己也50多岁了 现在20多岁了 年轻的他们父母亲 估计跟我的年龄差不多 万一他们来一天 要跟自己的父母亲出柜什么东西 或者他们的亲戚 他们家 肯定有时候会很多担心出来的 我只是说 我现在已经50多岁了 作为同志我生活的很好 所以说现在他们父母亲 像年轻的同志 他们父母亲也不需要太多的考虑 只要是他们自己能够愉快的生活 经济上能够自主 将来的社会肯定比现在 还是更开放 更包装的社会 肯定是比现在会生活的更好 他们40岁50岁之后 他们的生活不用想象 我的父母亲当时也担心 我现在也照样也非常接受我们 而且他们 一旦他们解除了这种担心 很顾虑以后 包括他们的精神也非常好 他们也每天生活的也很愉快 人吗 每天不要在这种担心受怕的中生活 这样子的话 双方都不愉快 首先我们作为同志 我们自己本身愉快 我们愉快的父母亲家会愉快 我就是这样生活的 我现在生活的很快的 你说我是男孩 男孩 男孩 我是健康的男孩 你喜不喜欢男孩啊 嗯 不要 你不要 那你喜欢女孩啊